少年王阳明喜欢武枪弄棒 还经常投学 让父亲头疼不已 后来王阳明立下红志 要成为圣人 为何他的父亲依旧高兴不起来 五百年来王阳明第二季 叛逆的儿子 公元1481年 王阳明的父亲王华 高中状元进了汉林院 这对王家来说是一件大事 对于小王阳明来说 也是人生一大转折 第二年 十一岁的王阳明离开了浙江 和全家一起搬到了北京 随后王阳明入熟就学 真正开始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 虽说王阳明12岁 才开始系统地研读四书五经 但他远远高于 其他同龄人的领悟能力 常常让老师们惊讶不已 然而王阳明注定 既是一个天才儿童 也是一个问题儿童 不久老师们发现 这位王同学不仅喜欢武枪弄棒 经常逃学 还喜欢挑战老师 时常在课堂上 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那么顽劣的王阳明 为什么突然有一天 竟然立志将来要成为一代圣人 时常被教家长的王华 为什么听闻自己的儿子 终于改邪归正 要读书做圣贤 却仍然高兴不起来 让我们和南京师范大学 力波教授一起 追随一代心学宗师的脚步 领悟知行合一的智慧 体会我心光明的豪情 近期收看 五百年来王阳明第二集 叛逆的儿子 十一岁的王阳明到了北京之后呢 按他爹的王壮院的安排 入俗就学 可是刚刚上学不久 这个天才儿童就表露出 他特立独行的一面来 所以有一天上课的时候 小王阳明突然站起来 当着众人的面 就问了先生一个问题 你要知道啊 在古代那个师道尊严 一般的话小孩子啊 都是被问 被先生问 被老师问 很少有主动提问先生 哎 这个王阳明不简单 当众就问了先生一个问题 先生也一愣 对吧 这个还不错 看他问什么问题 结果他上来问了一个 什么问题呢 何为第一等事 人生第一等事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刚才讲了 大多数都是先生问学生 很少有学生问老师的 即使有学生问的 十一二岁的小朋友 就算问个十万个为什么 都是问一些 形而下的问题 结果这个小朋友 一问就问了一个 高大上的问题 何为人生第一等事 幸好我们讲儒家 讲问学问道 这个俗师先生也是个儒生 所以也倒没怪罪他 想了想 琢磨了一下 认真地回答他说 唯读书登帝尔 当然人生第一等事 最重要的 就是好好读书 然后考中科举 做大官 用民间的俗话说 要学成文武艺 卖给帝王家 亚艾蒂尔的说法 那就是学而优则事 在当时的知识分子 认为这都是顺理成章 天经地义的事 结果小王安平怎么样 听了之后摇摇头 把那个小头摇得给波朗古仪 把老师看得都气乐了 怎么你还有不同意见 那你说人生第一等事 是什么事 这个王安平 人小口气不小 当即做沉思状 然后舔胸跌肚地说 我认为登帝 孔魏为第一等事 或读书学圣贤尔 人生的第一等事 是读书 做圣贤 做圣人 先生听了这话 目瞪口呆 想想也只能冷笑 你这个第一等事 可真够高的 结果这件事 第二天就传到了 王安平他爹 王华的耳朵里头 大概过后被叫家长 家长会过后 这个王华回到家里头 正好进门的时候 看到小王安平 正备手站在院子里头 深沉状 正望天呢 然后他爹 冷笑的就问了他一句话 如遇做圣贤耶 听说你想当圣人 居然还在学校里头 问老师 这个王安平一听 点点头 不错 是有这么回事 结果他爹一声冷笑 就你做圣人 还做圣贤 这话一说 把小王民惹火了 当心就很恼怒 这个做圣人怎么了 你和我的老师都嘲笑我 有至于这么嘲笑我吗 结果他爹 一看儿子急了 立刻寻寻善诱 就问他 你知道什么是圣人吗 你要做圣人吗 你知道什么是圣人吗 王安平你别说 虽然才十一岁 人小志气大 人小学问也大 当即投养 圣人吗 就是为天地立心 为声明立命 为往圣济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的人 这就是圣人 结果他以为回答很好 那知道他爹一声冷笑 你虽然把北宋张寨的 这段四位说 背得很熟 但那不过是理想主义者的意语 你怎么就当真了呢 结果这话一说出来 王安平立刻反驳 那孔子不就是这样的圣人吗 他爹立刻就急了 那孔子是什么人 几千年才出一个 你给人家能比吗 结果王安平立刻反驳说 怎么就不能比 夫子也是人 我也是人 他能做圣人 我凭什么不能做圣人 小朋友这个逻辑很完美 对不对 他爹一下子给呛在那 只能冷冷地哼了一声 就回屋去了 因为和他老子的犯对话 所以这个小王安平啊 就坚定了自己做圣人的这个决心 天天就琢磨着怎么做圣人 但是怎么才能做圣人呢 为天地利心才空了 对吧 那个为生命利命太远了 为往圣祭绝学 暂时对他这个年龄太不靠谱了 是不是 剩下来只有什么呀 只有为万事开太平 看得见好像摸得着的 被小王安平为了这个为万事开太平 琢磨着就这条可以做 然后所有的兴趣 一下子都转移到了什么 转移到了沿袭兵法 武枪动棒上 整日就知道排兵不振 然后带着一帮小朋友 甚至经常逃课 然后去玩那个打仗的游戏 排兵不振 他爹看在眼里头都急坏了 这孩子是不是有多动争 好容易买了学区房转到北京来 整天逃学 而且天天在家就是武枪弄棒 后来他爹实在看不下去 有一天恼火的对他说 说这个我们家是苏香门第 你看你老子我 壮远是不是 那是这个苏生中的翘楚 这个没想到你小子 不好读圣贤书 不读儒家经典 天天武枪弄棒 真是犹如门风啊 然后他爹说完了意犹未尽 又来了一句 说你不是要做圣人吗 哪有圣人像你这副德行 天天武枪弄棒呢 哎你别说啊 王华这番话 在明代是很有道理的 为什么呢 明代盛世依赖文质 而且明代和宋代 我们知道宋明两个王朝 是人类政治制度始终 最早的具有典型的文人政治 这个意味的 所以这个明代的文官地位是很高的 武官地位啊 说老实话是很低的 同级的武官 见到同级别的文官 是要行大礼的 所以在这个纵文清武的一个时代里头 文臣世家 然后去习武 在当时人的眼里头 确实是犹如门风的事情 但问题他爹这么说也就算 最后又画蛇山天竹的 又拽到这个圣人上来 本来前面的话 小王阳明到无从辩驳起 结果他爹一说 圣人没有武强那么棒的 他立刻来劲 怎么没有啊 孔夫子 孔圣人 不就是文武双全吗 哎 王阳明这话还真讲的一点不错 你看孔子 叫大六义 也叫小六义 对吧 小六义 礼乐疏处涉 这是既教公共关系学 教礼仪嘛 又教音乐 又教语文数学 还教射箭和考驾照 那不是文武双全 那是文理工 包括艺术俱全 各学科都全了 所以这个例子 太有利了 说了他爹又一下哑口无言 只好拿出当老爹的特权来 抢白他 又是那话 你又说孔子 孔子什么人 孔子几千年才出一个圣人 你能跟人家比 是不是 然后他这么一抢白 结果王阳明又激动了 结果他爹比他还激动 你要学孔子的话 就好好读书 对不对 好好准备科举考试 像你爹我这样 最好考中个状元 你看你爹我状元 人人都喜欢 大家都喜欢我 为什么呢 因为我读书读得好 而且考中了状元 结果他这么自夸 王阳明 聪明的小王阳明 也不给他爹硬杠 听他爹在那自夸 突然就问他 那请问老爹 这个状元 能够传给子孙后代吗 状元既然这么牛掰 是吧 你那个状元既然那么好 能不能传给子孙后代 小王阳明 一副虚心的样子 他爹一看 还以为他服了气 当即很自傲地说 你想得美 是吧 你看你爹我十年寒窗 好不容易熬出头来 你要想考中状元的话 你得像你爹我这样 好好学习 天天努力 是吧 放下你那不务正业的 那些东西 然后一心只读 圣贤书才可以 结果 黄阳明一听 小嘴一撇 一声冷笑 说那按爹这个意思 状元也就只能传 只能得一代 传不给子孙后代 是不是 也不过光耀一代而已 而建功立业 为万世开太平 却可以光耀千秋 那这么说 至于考不考状元 我觉得没多大必要 能不能建功立业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老实话 我看不起状元 这话说出来 把他爹给气坏 气得只要跳脚 所以每到这个时候 关键的时候 他爹没词了 说不过他的时候 要动用非常手段的时候 这个爷爷 疼爱孙子 爷爷王天旭 就会跳出来 先是劝说 如果王华不听 他也拿出当爹的劲来 王华又是个大孝子 最后又没办法 只好落荒而逃 所以我们 现在可以看出来 在王阳明 由天才成长为 完人 圣人的 这个过程中 其实他首先 要面对的是谁 对 就是他爹 事实上 不只是王阳明了 根据弗洛伊德的 心理学 我们知道 其实每一个男孩子 在成长的路上 要想 由男孩 成长为 真正的男人 第一个要翻阅的 其实就是 父亲那座山 其实撇开王华的 状元身份 和王阳明 后来的心学大师 这种身份来看 即使是作为 普通的父子 这一对父子 还是 真是一对 非常典型的父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 对于儿子来说 这个爹 绝对算是 坑爹的爹 对于 老爹来说 这个儿子 就算不是 熊孩子的子 也是一个 极其逆反的儿子 其实 这对父子之间 坑于背坑 教育和逆反的战斗 早在王华 考中状元之前 就已经展开 我说过王阳明 五岁不严 对吧 五岁之前都不说话 这个看来 是在默默的基地 在积累 吴迅先生 有句名言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死亡 王阳明是选择 在沉默中爆发 五岁能说话之后 一旦开口之后 那个立刻就爆发了 立刻表现出一个 正常男孩的 那种经历无比旺盛 心思无比活络 兴趣无比广泛的 这个特点来 按道理 他过目承送 这个一学就会的 这个聪明劲 本来啊 是个好事 但是问题 他兴趣太多了 甚至有点多动症 什么都要碰一下 他爹呢 那时候已经是秀才了 准备在科举考试 希望他也能开始 这个开盟就学啊 学儒学 读儒家的经典 在应付科举的 这些慈张之学上下功夫 可是问题是 王阳明才读了两天书 就一头扎进了什么呢 扎进了象棋里头 据说他七八岁的时候 疯了一样 迷上了下象棋 这些他爹就很担心了 因为这个下象棋 鸽子今天啊 有孩子很喜欢下象棋 那父母可能高兴得不得了 说不定还得送到 什么辅导班里 好好学一下 将来可能成为象棋大师 但在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看来 这些都是旁门左道 称之为叫奇迹银巧 他们家他爹 儒学正宗 是不是啊 这时候已经是秀才了 在乡里乡 这个林之间 已经名声很大 看自己儿子天天就鼓刀象棋 就很担心 那时候王阳明痴迷象棋 痴迷得不得了 每天不是在下象棋 就是在去下象棋的路上 把他爹看得实在着急 训他他也不听 那时候他口才不行 说不过他爹啊 只好不吭声 但是每天屡教不改 随他爹怎么说 还是痴迷下象棋 他爹后来实在没办法 就趁他睡觉的时候 把这个象棋 棋子啊棋谱啊 给他一起扔到河里去了 等王阳明发现了之后 已经没得救了 所以这样象棋都没了 因为王阳明 小王阳明才七八岁 他也很伤心 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诗 纪念他的那些棋子们 象棋 你看这诗写的 象棋终日乐悠悠 苦被延亲一旦丢 兵足醉河皆不救 将军逆水一起修 剧行千里随波去 向入三窜逐浪游 套响一声天地震 忽然惊起卧龙愁 还是一首棋律呢 还非常公文 对呀 所以你看 就从这样的一首小诗 我们就可以看出 王阳明后来十一岁 做出那惊人的绝剧 那是本来就具有的天赋 天赋就非常高 如果说王阳明处处表现出 这个天才的一面 是非常正常的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当爹的表现 就非常不正常 你说孩子喜欢个象棋 对吧 说两句也就算了 居然怎么样 把象棋和棋谱全都扔了 然后孩子不过七八岁 就天天要求孩子 两耳不闻 窗外事 一心之独 圣贤疏 这也太不正常了 对吧 我们说这个孩子的表现 其实我们现在来看 非常正常 但这个爹的表现 实在不正常 不过这是惊人的观点 要在名人看来 当然这个爹 也是一个不正常的爹 当然他的不正常是什么 是一种杰出的不正常 王华为什么会这样 要求王阳明 王华自身的成长经历有关 王华也是一个神童 王阳明为什么是天才 有遗传基因 王华神奇的地方 说他六岁的时候有一件事 最能说明问题 不仅聪明 而且那个品质 还是可以成为一代楷模的人 说他六岁的时候和小朋友 在那个村外河边玩 玩的时候看到一个人 一个醉汉 亮亮腔腔的走到河边 大概酒喝多了 弄凉八水洗洗脸 然后洗脸的时候 就把这个一个行囊扔在草地上 洗过脸之后 醉了嘛 是不是 就忘了 然后掉头就走了 就把这个布囊扔在草地上 然后王华发现的时候 这醉汉已经走了 然后打开这个布囊一看 里头有几十斤 几十两黄金啊 这不得了一笔巨大的财富 是不是 结果你猜王华怎么样 想了想 把这个布袋拿起来 然后放在小河的水里头 然后就坐在河边等 你不要小看这个举动啊 说明这个孩子心思非常缜密 为什么呢 如果他在这等施主 旁边一布袋子金子 万一被这个居心不良 心怀不轨的人发现 不仅这好事做不成 小朋友的性命都有危险 是不是 所以你看他那么小就知道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的道理 然后就把这个布袋放在这个河里 然后就坐河边等 等了大半天 天色已晚 河边就剩王华小朋友一个 然后他就坐在那等 然后到天已经快黑了 才见那个罪汉 这时候大概酒醒了 知道钱丢了 哭天抢地的一路跑过来 到处走 结果走到河边一看 河边只有青青草 再加一个小朋友坐在这 在这玩 对不对 什么都没有 钱肯定找不回来了 结果在旁边不禁放声大哭 这个王华才六岁 在旁边仔细观察了半天 察言观上 确定是那个 这个大上午来丢钱的那家伙 这时候 才止住他的哭声 然后只给他看河里的这个布袋 然后这个人从河里头布袋拿上来 谁看哎呀 金子都在 一两金子都不缺 高兴坏 知道是这个小朋友 帮他在守着这袋金子 然后物归原祖 最后拿出一定金子来 交给王华 以示感谢 你猜王华这时候六岁啊 什么表现 王华冷笑一声说 不取而素食金 乃取而一斤乎 你在一带 几十两金子我不拿 我要你的一定金子 说完 扬长而去 六岁 这一下明文相礼 所以你看 不仅可以看出他的聪明了 这个首先是聪明啊 我们讲这个司马光六岁杂纲 是不是啊 这个王荣七岁十苦礼 这都是体现出他们的极致聪明了 王华不缺这个聪明 那么小就知道 匹夫无罪怀毙其罪的道理 但是除了聪明 这个品行 实在是六岁的儿童 实在是不得了 赤子之心啊 到七岁的时候 就是王阳明 喜欢上下相 骑了年龄 他爹干什么呢 他爹就迷上了读圣贤书了 每天 在抱着儒家经典 小朋友都在玩 他就在家里头读书 甚至到了那个春戏的时候 三月三对吧 大家都到河边 春季嘛 小朋友都跟着大人出去玩 交游 大家成群结队 他还在家里头读书 连他妈看了之后都劝了 说儿啊 别读那么辛苦了 也跟小朋友一起 去观春戏啊 难得放松放松 有什么不行 结果七岁的王华正色给他母亲说 大人勿矣 观春和若 观苏 观春重要 还是观苏重要啊 所以他为什么让他儿子 两耳不闻窗外誓 一心只读圣贤书 因为他七八岁的时候 就是两耳不闻窗外誓 一心只读圣贤书 这话说了 说得他母亲都惭愧了 他妈听了之后 立刻自我检讨说 儿事也 乌言乌矣 你这境界比老妈高多了 是吧 那非常好 你接着看你的书吧 所以 这个王华 你看看 从小 他的这个成长历程 就是读书 读书 再读书 当然 他的读书也不是死读书了 他读书什么呢 读书一身正气来了 所以到了这个十四岁的时候 大概已经修炼出 文天祥所说的浩然正气了 十四岁的时候 当时王华和一般同学 在这个山里头 一个叫龙泉寺的寺庙里头 寄宿读书 这个同学里头有几个顽固子弟 经常那个欺负啊 这个寺庙里的僧众 尤其喜欢欺负那些小沙迷 因为那个小沙迷啊 怀恨在心 因为这个山里头嘛 离这个村落很远 据说这个地方还经常闹鬼 历史上就传说龙泉寺附近经常闹鬼 所以这个小沙迷们就扮成鬼的样子 来吓唬这帮孩子 结果闹了两天鬼之后 所有的孩子都吓跑了 大人听说这个地方有鬼 也急着都把孩子接回家去了 到最后就剩一个王华 在寺庙里头读书 依旧不走 也不怕鬼 所以到后来这些沙迷都没有办法 据说他读书的时候 每天晚上 每夜分 则众登屋豪笑 那些沙迷都来扮鬼啊 或瓦尸汗卧踏 或乘风雨雷电之息 奋机门障 生从碧溪中 愧先生 方正经为座 神气自若 就是说那时候 不论大家怎么闹 你装鬼也好 扮神也好 小王华怎么样 十四岁的王华 正经为座 我自窥然不动 到后来 这些沙迷都玩不过他了 其实也被他看穿了 据说 龙泉寺这个地方 再也没闹过鬼了 据说都是被王华一身正气 给压的 邪不压正 所以这个王华 这个时候 名声已经不得了了 后来当地的提学 相当于教育厅厅长 读了王华的文章之后 大为惊叹 说辞职将来必中高中状元 就敢下这样的段语 这一下 当地 整个浙江都知道 王华的名声 王华的名声 不仅传遍了整个浙江 后来还传到了外省 于是在他去参加科举考试之前 各地的豪门大户 都纷纷出重金 想聘请这位杰出的年轻人 去家里当私塾老师 据记载 在王华21岁参加乡识之前 曾经在无难齐阳 教了三年书 那么在这期间 发生了什么事 居然逼得他 拆了门板出逃 请继续收看 五百年来王阳明第二集 叛逆的儿子 所以王华在21岁 参加乡识之前 就被聘到齐阳 这个地方 一个大宗族里头 去给人家当俗师 西兵 对吧 俗师古代就称西兵 为什么呢 因为主人家叫东家 东家对应西兵 三年之后 然后告辞 辞职了 准备还乡 准备这个乡试 结果临走之前 当地的这个名流啊 包括主人家 百宴送行 当时就这个设宴 在一个这个齐阳当地 一个湖心岛上 风景非常优温 酒过三醺 菜过五味 等大家喝完了酒之后 王华这时候也喝了有点醉 这些人都纷纷告辞 等王华起身的时候 突然发现 主人宾客都不进 门一开 进来两个绝色的美女 两个美姬 然后就要服侍王华就寝 王华吓一跳 这怎么回事 原来啊 这个王华才学高就算了 品行非常高啊 当地非常有名 这个和他同龄的这帮年轻人 都不服气啊 特意设了个局 这不是在岛上吗 九过三醺 菜过五味之后 留下王华和两个美女 特意招了两个歌迹来 看他会不会酒后乱性 是不是真的传说中 品行高节到那种地步 结果王华怎么样 正经为坐 毫不动色 然后稍微沉吟了一下 喘了口气 行下酒 站起身来 不为美色所动 开门出去就要走 结果一开门出去傻眼了 为什么 到了这个岸边 王华发现 一艘船都没有 这帮小子太爱坏了 在这个湖心岛上 结果船都给拿走了 就剩王华和两个歌迹 在这个岛上了 你说那个时候又没望远镜 又没窃听器 也没人能看到 所以歌的一般人 可能半推半就 到这个时候 无可奈何嘛 然后就放纵一下 所以这帮家伙设计的 估计王华肯定会就范 哪知道 王华在这种情况下 依然怎么样 我自窥然不动 但是没有船 有两个歌迹在扶持他 他怎么办呢 他居然 因为呼召不得 侧门为伏而渡 纵使探浮其难 你不是没船吗 他就把一扇门板给拆了下来 然后就坐在这个门板上 自己划着门板 过了湖 是不是 当年达摩祖师一尾渡江 王华是一板渡湖 是不是 过来之后 所有人都探湖了 这个王华真是叫品行高级 但是后来还有人不负气 还有人使出另外一招 更主动的投怀送抱 因为王华名气太大了 当时好多人都想给王华做朋友 所以就有一土豪 想尽办法结交王华 后来给王华打上线 然后热情款待 请王华到自己家里头来 谈诗论文 然后晚上留宿 王华刚准备上床就请 突然门吱压一声 进来一个美女 这个美女羞答答的走上前来 王华吓一跳 你是谁呀 王华很紧张 不知道这个人是干什么 原来这个女子 是这个主人家的小妾 受主人之命 当晚要来这个为王华侍寝 当然我们想 这土豪朋友也太爱了吧 其实是这样 据说这个主人啊 生不下儿子来 所以就想知道王华的才学很大 基因很好 所以就想从王华这儿 为他们家改良换种 所以这个小妾 羞答答的从袖中 掏出一方指来 这个主人写了五个大字 叫欲见人间种 王华一看气坏 当时拿起礼来 在后补了个下脸 孔金天上神 太不像话 收拾行囊 立刻转身就走了 要说这个王华同学 组织性纪律性真是很强 所以这个王华 他的神奇之处就在于 他是那个时代中 大家公认了 这个男人的典范 这个德才兼备 一身正气 后来王华高中状元 这个所有人都认为 这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后来被聘为 皇帝的老师 主讲大学演义 这不得了 这是儒家的核心课程 所以明史记载说 华有气度 在讲卧最久 效忠胜卷之 效忠对所有的讲课 老师里头 最器重的 最推崇的 就是王华 连皇帝都佩服他 甚至后来 刘锦篡权 宦官 也想 别的人都不愿意拉拢 拼命地想拉拢王华 王华名气太大 然后王华依然怎么样 丝毫不为所动 后来明臣杨毅清 为王华做的牧之名里头 评价王华说 公之学 一出于正 书非正不读 甚至还举例 刻有以仙家长生之处 来说着 则俊俱之曰 修身以四命 如家法 常生细为 旁门左道 一概不能打动他 所以他身上就体现了一个字 正 一身正气 如果说王华身上体现了一个字 正 那么王阳明身上体现了一个字 就是什么 就是奇 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奇 天才嘛 奇特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 为什么王阳明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和他的这个状元老子 碰撞的这么激烈 其实这是两种风格 两种人生 两种人生路的两条路的碰撞 和较量 这个王华代表了宋明理学所能塑造出来的完美知识分子的这个典范 而王阳明我们知道 他的心学后来就是要打破宋明理学对人性的束缚和压制 所以这个父子之间不停地上演这个坑爹和熊孩子之争 那就注定一种必然的现象 当然我们退一步说 就算没有心学和理学的这个相争的背景 作为这么优秀的一对父子 我们从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角度上来看的话 他们之间发生碰撞 也是一种常态 事实上父子之间 尤其这对父子越优秀 越经常碰撞 王华还好啦 对他这个儿子虽然看不顺眼 但是很少使用家庭暴力 再加上有一个处处维护孙子的这个老爷子王天旭在 所以王华拿这个小王阳明啊 你别说还真没什么办法 所以这个年谱里头就讲到王阳明小时候叫豪迈不羁 龙三公常怀忧 龙三公就是王华 他爹为朱宣公之之 朱宣公就是他爷爷 王天旭 老爹很着急 但是这个爷爷呢 经常护着他 老爹常以为忧 以之为忧 而爷爷呢 常以之为傲 在象棋被扔了之后 王阳明也没有把注意力转回儒家经典来 虽然象棋被他爹扔了 但是他爹希望他读儒家经典 结果他一家伙又把注意力转到什么 转到道家的藏生树上来了 天天在那读道家和道教的一些经典 要么就是这个带着一帮孩子 然后玩打仗游戏 对兵家也很关注 把他这个爹急的是 一个头有两个大 每次看到他就头疼 到了北京来之后 依然是这样 因为要做圣人了 更喜欢兵家了 要为万事开太平 天天鼓动刀枪棍棒 虽然他爹说了之后 也没什么起色 但是一个突发事件 导致了王阳明 这个风格突然有转变 什么突发事件 在他13岁的时候 他的母亲突然病逝 他母亲只知道姓正 甚至叫什么名字 有什么事迹 都没流传下来 这个母亲去世后的两年 王阳明确实变得沉默了许多 心里很伤痛 但是伤痛 总会慢慢地平复 过了两年之后 王阳明重新表现出 他那种天才不羁的一面来了 到他15岁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 他爹发现 这个儿子忽然失踪了 干什么去了呢 我们留到下一集 再详细拆解